现在我们要去广州 去做一件我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 有一个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他八九年入行做皮具 是从香港知名皮具手艺人 要是论资排辈的话呢 应该也算得像是中国皮具界第一批人才 九三年开办皮具厂到现在已有三十余年 可惜的是专业性的手艺人却不屑营销 任由知名品牌商以出厂价三倍以上售价 供应给消费者 而自己至今仍默默无闻 今天我去广州 就是想把他及他们工厂的产品 推荐给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 现在肯定有人在说了 不就是割韭菜带货吗 说的那么高大上 不可否认我有私心 但我更想用自己的专业和资源 为有需要的朋友推荐好产品 说真的 这次广州之行 我们心里也很忐忑 人生中第一次带货 卖的是我们家乡的黄花菜 销量远不及预期 在不服输不服气的心理下 又卖了不少品类 结果是一次不如一次 直至最后新会议了 这次是抱着在哪跌倒 在哪爬起来的心境 再干一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